男性觉得女性身上到底有哪些身体部位是最有性吸引力的呢 我跟几个朋友闲聊的时候谈起这个话题 他们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那我之后就在我们13蜜桃说的YouTube频道做了一个小的调查 有200多位网友投票 其中排名第一位的是脸部 第二位的是臀部 第三位的是胸部 那么在英国其实也有这样类似的一个调查 英国的一个线上医药平台Dr.Felix做过这样的一个大型的普查数据 问了很多18到65岁之间的男性 女性的哪个身体部位他们觉得是最性感的 他们的结果呢跟我们的小调查有相似的地方又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排名最高的是脸部46% 然后是臀部18% 再其次是我们的头发11% 女性的腿9% 胸部8% 基本上是平分羞涩 如果你是男性 你觉得女性最性感的部位是什么呢 欢迎在我们的节目下方留言 那么女性如何放大自己身体的一些优势 如何对于自己身体的不同部位进行一些细微的调整 让自己看起来更加性感呢 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国内的我的一位好朋友毛兔老师 也是一位情感教练来为我们分享一下不同形式的内衣 要怎么选择怎么穿才能更性感 那么在视频的结尾他还会给我们一些小惊喜 就是在臀部的包装上面有哪些可以做的让我们的臀型可以看起来更性感更美丽 哈喽大家好我是毛兔 今天给大家准备了非常非常多款内衣 哇这些有些是乳贴 有些呢是类似于new bra的这种性质的 我可以给大家一一展示一下 不知道衣三平常会不会穿像我这种领子的衣服 就是一字领 那我们呢就可以选择这种内衣 可以给大家上身演示一下 这款内衣是从前面被扣的 然后从这儿就给它吸住了 就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这个样子有个好处 它就是前面被扣的 它会把胸挤得更塑形一些 比如说你穿的稍微有一点的V 这样也可以展示出你的勾勾来 然后同时呢 这个跟普通的内衣有一个区别 就是它这边需要有一个防滑条 所以我们平常在选择的时候 也要选择有防滑条的内衣 不然的话很容易会出现跑着跳着 再往下坠的这种尴尬的景象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款 然后它这里也是可以装肩带的 平常你装上肩带 也可以当正常的内衣来穿 但它好处就是很聚容 然后也不会下滑 对 而且很容易上身穿 那这款内衣叫什么名字呢 叫什么名字我倒是不知道 因为之前我都是在淘宝上买的 你们在那些亚马逊之类的上面 应该也能够找到同款 差不多的 比如说搜一些关键词 叫前扣之类的就可以 一下你平常会去海滩边 穿一些露背的衣服的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用到一些 New Bra了 这个应该大家应该都见过吧 不知道你平常有用吗 上次毛兔老师给我推荐之后 我就买了一款New Bra 对对 然后这一款它就是这样子 然后你就把它插进去 然后就能扣上 那这种呢 有厚的也有薄的 比如说胸小的 那就可以选择比较厚的 再比如说你的胸实在是太小太小 像很多那些 给新娘化妆的化妆师啊 他们都会推荐用两款New Bra 一起来打造一个更美好的胸型 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那像我们一般贴New Bra 大家有个误区 新手有个误区 他们都会这样横着贴 就这个样子贴 那其实这个样子 对胸型的塑造不是特别好 专业的化妆师 它会让你竖着贴 就贴在你胸的外侧 然后这个样子 这边也是竖着贴 就是变成两个竖子的形状 然后同时呢 你在外面再贴上一层 这个时候你就会非常非常的聚拢 就是暴乳妆的那种 哇 所以New Bra 如果两个叠加的话 是可以有挤胸的这种效果的 对 那像我这一款呢 它其实是硅胶的 那硅胶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非常的重 比如说你的胸本来就是比较大的 那就可能会加速你的下垂 或者说让你的胸型不是那么好看 那我们呢 就可以选择这种类型了 这种呢 它这一面是布的面料的 所以它会比硅胶 大概要轻个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这种感觉 所以它其实是很轻盈的 然后像它这里也有一个 这种芒果型 这是叫芒果型的New Bra 它这种设计呢 也能够帮助一些 比如说V领啊 或者是什么领啊 都不会露出来 不会显得尴尬 对 那这种都是要黏在身上吗 夏天会不会觉得很热很闷呢 你可以看一下 我把这个敷开给你看一下 它就是在这个 这个位置啊 它都是不含胶水的 就是在你头的这个位置 都是不含胶水的 你可以看到哈 旁边都是亮光的 但中间是哑光的 因为它不含胶水 所以它会保护你的头 然后不会受伤这样子 但是如果说是材质比较好的New Bra 它其实可以用很多次 可能可以用个四五十次都可以 但是一般像淘宝买的 或者像一般的网站上买的 三四十块一个 三四十人民币一个的这种New Bra 它其实用的次数不是很多 你可能在夏天用个三五次 它可能就胶水就没有那么有效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勤换 但是因为也很便宜嘛 所以我们可以用完就扔 用完就扔就没有问题 然后它就有一个缺点 就是很容易沾上一些毛毛 这样的东西啦 所以你可以买一些专门的 清理New Bra的这些 洗衣液之类的东西 然后经常去清理它 因为它很容易沾头发 因为这边都是黏的 沾了太多黏黏之后 它那个边就会不服贴 就会翘起来 包括我们选这种 微胶材质New Bra的时候 我们不要选择太厚太厚 因为那些边太厚的那些New Bra 它就会很容易翘边 翘边一翘起来 它就容易粘不住 那我这边还有一些呢 比如说有些姐妹 她的胸有些下垂的迹象 我就可以推荐大家用这种 给大家演示一下 你看这里是一样的 也是一个头头的位置 然后贴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胸这样 嘿 往上提 这时候你的胸型 就会有一个往上的这个效果 比如说像你穿一些深V的 中间一览无余的那些衣服 都可以用这一款 这特别适合于胸比较大 然后有一点下垂的女孩子 你看这粘性实在太粘了 粘上我就撕不下来 我还是主张大家去买一些 比较好品质的一些New Bra 因为有些胶水不好的话 会引起过敏 我也有看到很多的明星 包括台湾的一些节目里面 他们也有介绍 他们会贴完New Bra之后 他们再用胶布 有专门的那种挤胸的胶布 然后缠着 比如说你去参加一个 特别重大的一些晚会或者演出 你要保证万无一失 或者说你的胸型要挤得 非常的漂亮 这个时候 哪些胶布就会派上用场 但是我也自己也试了 就感觉非常的不舒服 可能只是 很偶尔应急的时候 用会比较好一些 可能并不是特别日常 然后接下来呢 我再来给大家介绍 几款乳贴 就夏天的时候 像你在美国那边 应该会比较流行 大家可能都不爱穿内衣 会觉得很不舒服 然后大家就会选择一些乳贴 那我这里呢 也准备了三款乳贴 第一款呢 是这个样子的 它很薄很薄很薄 就像那个创口贴一样 然后撕开来之后呢 就是这样一圈边 一圈边是粘的 然后你就给它 贴上就可以了 这个是真的很薄 但是 可能会容易激秃 你可能穿稍微厚一点的 衣服的时候 可以用这一款 你看就跟纸一样 真的很薄 对 然后像另外一款呢 是比较常见的 它就是 就微型版的 New Bra的感觉 就整个都是会粘的 它就会很牢的 粘在你的这个皮肤上面 像我这画了一个头头啊 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把它贴上 看看它的隐形效果 其实这个位置 是完全被遮住的 颜色都是看不出来的 你看粘得很牢 在皮肤上粘得很牢 像我们夏天的时候 穿T恤什么的 就可以贴这个 那另外一款呢 最近也是比较流行的 它呢 是完全没有胶的一款 但是我不知道 为什么什么原理 它就会粘在你的皮肤上 并且粘得非常的牢 就同样的 你粘上之后 你要用体温 给它捂几个几秒钟 然后就真的是 完全不会掉起来 而且很隐形 你可以看 跟我的皮肤 基本上是一致的 远远的 你可能都看不出来 我贴了这个东西 但完全一点胶水都没有 是不是就很神奇 大家这一款也可以试用一下 因为这一款 它可以用非常非常多次 而且不会有那些 导致皮肤敏感的问题 因为像这些胶的 其实你可能用了三五次 你就用不了了 但这一款可以用很久 我们可能会更关注 胸挤到中间 大家觉得有乳沟 是很漂亮的事情 但是现在 韩国呢 流行一种风潮 他们喜欢这种S型的曲线 就是我这是比较大的 但我腰的比较细的 所以他们现在有很多的 那种普通内衣 他们会把胸垫加在这个外侧 所以就是有一个外扩的感觉 所以当我们穿针织衫的时候 你会看到胸型是这个样子 在这个样子下来 就是一个很漂亮的沙漏型 那这个呢 其实国内很少有这样子的内衣 大家可以去韩国的网站上 去发一发 因为韩国人 他们现在已经很流行 这种曲线了 那我这里呢 那我这里呢 还有一款也是能够凸显我们S身材的 就是这种假胯裤 这种 因为它这个地方是有棉片的 就在你这个胯这个位置 就是在你这个胯这个位置 能够给它做成这样的一个曲线 那包括还有一些风臀的裤 也是这样 风臀的裤是在这个地方 会有一个棉垫 就让你的曲线更好一些 对 那还有这一款裤子 也是我平常很喜欢穿的一款裤子 它其实是一个很薄很薄的 一个素身裤而已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穿上之后 臀裤变得超级超级俏 因为它这可能会有一个 瘦肉的一个效果 就有点塑形裤的那种感觉 就差别真的是很大很大的那种 令人震惊的那种 不管是胸想要更聚拢 还是想要自己的臀部 看起来更肥厚更翘 还是胯要更宽 听起来现在就又是有这么多的产品 都可以帮助大家 是的 包括现在国内还有很流行 就是从拘禁一开始的 有些人不是肩膀 它会有一些塌肩嘛 它穿衣服的时候 可能头身比显得不是很好 然后这个时候 它们就会类似于硅胶这种垫子 它们就会在这个地方垫一个 然后让它变成一个直角肩 然后等你穿上衣服的时候 就会变得很好看 所以其实你知道天国的人民 它是有很多智慧在里面的 所以很多女孩子 你可能脱完它全身之后 发现哇 它这也是假的 那也是假的 就很夸张 如果你要去约会 或者晚上会有一些什么 小活动的时候呢 大家就要注意好 尽量穿的那个 稍微真实一些 太赞了 就大家可以把这些小技巧 都学起来 但是我们最终 还是想要鼓励大家 对吧 接纳自己的身体的美好 和不美好 尽量地展示自己身体的 这个优势 去展示自己的美 但是呢 我觉得今天毛兔老师 教给我们这些小的技巧 可以帮我们 适当地去微调 我们的整体的身材 可以让我们 释放出更加美丽的一个自己 谢谢毛兔老师 谢谢一三 那听完毛兔老师的分享 你是不是和我一样 都很有收获呢 其实我做这期节目呢 也是因为我自己 在于内衣的挑选上面 真的有很多的困惑 我只知道 有这种普通的传统型的内衣 那碰到想穿特别低胸的衣服 或者大的露背装的时候 我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此去请教他 发现他懂很多 就很开心地 把他请来到了我们的节目 也希望听完我们节目的你有所收获 那再次声明 我们的节目没有跟任何这个品牌 有任何的商业的合作 所以我们今天的分享 纯粹都是全都是他自己喜欢的 他自己使用后感觉不错的 包括有一些他推荐给我 我自己也购买过的 我们只是想真诚地给大家分享 我们自己的一个经验 那我会把能够在亚马逊上 找到的一些产品 放在我们节目的下方 如果你听了我们的节目 你有什么喜欢的内衣品牌 或者这个修饰臀部腿部 这样的一些品牌呢 也都欢迎在节目下方留言 让我知道 那我们这期的一三蜜糖说节目 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给我们点个赞 也想给大家拜个年 祝大家元旦快乐 那我们下一期一三蜜糖说栏目再见 拜拜